章话诗歌节三日在河美道东书院热闹展开 今年以诗生活、零距离为主题 首度以多种语言吟诗 吸引来自各地的诗歌爱好者和文化艺术交流者 展现多元族群融合的精神 今天一开始有原住民的我们有客家的方语的国语的等等 让大家用不同的一个语言来把诗歌来给它呈现出来 看到这么多的孩子们真的也很看到很多的已经都在向下杀根 真的非常的高兴 在这边特别谢谢这些大师老师们 平时呢都愿意不断的把这些传统的诗词能够继续向下杀根 那主办的当然是以传统的 是并不是有主题 其他我们在这有一段的库庭 每个星期到晚上七点都在我们文化这些上课 2024彰化诗歌节更扩大推出 诗词闯关 道东书院实境解谜 及小文青诗诗入画等寓教娱乐活动 现场还有诗光好市集 展授各式文创商品 期望透过多元的诗歌活动 让大家爱上诗歌 公益频道张华允和美采访报导